中國過去技術也是靠台灣 結果現在就翻臉不認 過度依賴中國 我們就是會遭受他的這種政治 勒索敲詐 我們把相關的科學證據給他 他也已讀不回 這種做法不但滿恨 而且違背國際貿易慣例 去年中國禁止我國鳳梨輸入 那現在又禁止石斑魚 那傳出下一個是翁阿虎 那請問中國不斷違反國際貿易規範 那院長怎麼看 中國一直都不遵守國際規範 而且常常是政治指導一切 政治控制一切 台灣的農產品在世界出名 我們過去已經看到中國沒道理的打擊 打壓我們的釋迦鳳梨蓮物 現在又到誰產品來了 他所謂驗出有用什麼藥劑 我們檢驗完全沒有 我們把相關的科學證據給他 他也已讀不回 這種做法不但滿恨 而且違背國際貿易慣例 農委會也已經宣布 會依總統指示 我們做好各種方面對應措施 要給漁民做相關的 我們給他幫忙 外我們會更大力的拓展國際的視察 更重要的是 我們會從各種方面對國際上 我們希望能夠台灣的農產品被國際接受 過去放在同一個籃子的過度 依賴中國 我們就是會遭受他的這種政治勒索敲詐 中國過去技術也是靠台灣的 結果現在就翻臉不認 他就是隨時用政治的手段來做貿易 全世界沒有人像這樣 但中國藉口說台灣的鳳梨怎樣 釋迦怎樣 連路怎樣 現在農產品完了 他對付都完了這些動作 現在要對付我們隨賺給我